恭喜宿主 残害云仙宗弟子出使任务完成 作为反派合格了 这些人可都是你门派的弟子 没想到你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处理干净了 我挑选宿主的眼光果然没错 不是你说的这些人死有余辜吗 更何况我还有别的选择 没错 如果你没完成任务 就会被我彻底清除 我就让小林 三天前被一个字称为小恶的系统揪下 想要重活一次再看看世界吗 以此为代价 他要我绑定反派系统成为宿主 反派系统 共鸣思 就是在三千世纪当反派 大到毁天灭地 小到诽帮中伤 总之需要坏事做计 第一个卫面宿主名叫阮林 是云仙宗掌门最小的师妹 宗门第一美人 她从小便是修仙天才 备受瞩目 却在第一次练功时突然走火入魔 心身俱飞 跌落神坛的阮林 为了维持美貌 多年来在暗处残害弟子 吸取他人单元炼丹 眼下 就是阮林为了赤夺弟子们的单元而痛下杀手 说吧 接下来什么任务 你的主线任务有三个 一 清除云仙宗弟子 二 清除云仙宗掌门 三 被卫面世界男主清除 功成身退 前两个我可以理解 最后一个为何还要主动送死 一个合格的反派最后 当然是被主角清除了 对了 世界男主是你掌门师兄的得意大弟子 也就是你师侄 我很期待 我怎么对待你这个师叔呢 真是恶趣味 证据已经都清理干净了 只要把身上的血腥味洗掉 就没人可以回忆到我头上 四者 他就是男主 百里延起 什么 放开 宿主 别忘了你现在经脉经断 是个小废柴哟 闭嘴 不要你提醒 系统已强制关闭 本位面强制关闭次数 剩余两次 你冷静一点 看清楚我是谁 师叔 怎么是你 对不起 师叔 我好像 早是暗算了 师叔 可有破解之法 等等 你清醒了吗 师叔 我好像 还是 这下清醒了吗 是 多谢师叔 你还挺狠 清醒了就出去 师叔一直没有说话 看来 看来 是真的懂怒了 也是 我刚刚做的 换做任何一个女子 都会生气 只要她能消气 我便是此罚 归到天亮又如何 你怎么还在这 虞仙宗知道 强调言出法随 我身为宗门首席大弟子 更应以身作则 弟子惊扰长辈 犯错在先 若师叔没有消气 我不敢离开 还望师叔责罚 我没有生气 无意责罚你 只是习惯喜怒 不形于色罢了 你既然说是被人陷害 那便是无心之失 跪了一个时辰 就算是我给你的警告 以后小心 莫要再被人算计 现在你可以离开了 颜奇 你和其他弟子不同 你天赋异禀 乃是宗门的希望 天之交子 是不允许犯错的 明白吗 是 颜奇 你就是宗门的表率 一定要做好 众弟子的榜样 你不可焦躁 不可软弱 不可消沉 更不可犯事 弟子遵命 你走吧 我无意责罚你 还是第一次有人 这么对我说 师兄 你上哪儿去了 刚刚 没事吧 倩义一直在找你呢 戏演完了吗 师兄 你可是生我气了 我也不知道 你会对那查过敏啊 师兄 这是我特意寻来 有助安眠的茶 你就喝下吧 喝完我就不会来烦你了 能让我心生厌恶的 赵师妹 你还是头一个 看在掌门的面子上 我不会拆穿你 说再来纠缠 我不会客气 我这计划天衣无缝 竟还是失算了 师兄明明喝了药 为什么还这么清醒 刚刚他来的方向是后山 难道说 宿主 你是来当反派的 不是来偷懒的 我决定 给你升级难度 必须两个月清除一次人 小恶 反派为什么会杀这些弟子 我是说 为什么他会针对性下手 因为这些仙门弟子 也不见的是什么好人 只是道貌爱人而已 昨晚你所杀的那些弟子 之前下山时 试图对农户人家 图谋不滚 所以 反派也不见得是 纯恶之人 我倒对他有了几分同情 师叔 宗门几兆 请你素质 云仙宗大帝 商议钥匙 好的 我这就去 昨晚没睡好 作恶梦了吗 梦到什么了 不 没什么 昨晚我竟会 摸到那样的情景 以至于今走 大师兄 快起床了 大师兄你 出去 什么也没梦到 今日集招宗门集合 想必大家都知道 所为何事吧 三个月后 就是三年一次的仙门大会 此等关头 竟然有人敢在云仙宗 屡次犯下命案 简直是胆大包天 此事若不查清 县门大会上 我云仙宗 定会被其他宗门耻笑 延启啊 你身为首席弟子 定要早日捉拿凶手归案 好给你师父 还有死去的弟子们 一个交代 是 你说 要是一直抓不到凶手 怎么办 胡说 难道还有大师兄 办不到的事 你就把信放在肚子里吧 这茶甚苦 去给我换一杯 啊 居然使唤起人了 弟子李密 那是谁啊 他怎么敢随意打断 重掌了我们的医师 你连这都不知道 那是我们的师叔 阮梨 听说是先掌门的关门弟子 也是掌门的师妹 可惜他在练功时走火入魔 损伤经脉 但即便如此 咱们掌门还是对这个师妹 照顾有加 一个废人 一个废人能端坐大殿议室想弟子跪拜 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不许忘义师叔 师叔他刚刚是看出我走神 才故意点醒我的 不过 他一直被弟子轻视至此吗 你们继续吧 燕琪 此事你绝不可怠慢 一月 不 半月 咱们必须抓住凶手 自命 捧束刀再击毙 凶手是以虐杀为耗之 还有 凶手一定身形较矮 我尽早去查看过尸体 丝线勒的痕迹由上往下 证明凶手比这些弟子矮 回掌门 尸体上的痕迹 的确是由上往下的 往这个范围去查 能晒掉不少人 师妹说得对 燕琪 你便朝着这个方向去查吧 是 师叔又帮了我一次 你这么明目张胆给线索 无法明天他就查到你头上 我只是看不惯这么多人 把担子放在他身上罢了 再说了 快点推动未面剧情发展 不是你交代的 脏兮兮的 别挨着我 阮小离 你看你养的鸟都比你像嗜血的反叛 这是出去狩猎别的生灵了吧 小恶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你这样说话 很容易没有朋友的 说得你好像有朋友一样 是 我没有朋友 记忆里我一直是一个人呢 别着我骂一层让我同情你 你如果不好好完成任务 我会立刻抹杀掉你的 知道了知道了 好吵 好想再强制关闭一次 大师兄 近日来我们已经彻查了所有身心矮小的人 只剩下后山这里了 还要进去吗 百里师兄 百里师兄 你查案辛苦了 尝尝我心血的糕点 看看我的手艺可以有进展 不必了 上次我说的已经够清楚了 师兄还在为上次的事生我的气吗 可是我都已经跟你真心道过歉了呀 可恶 小师妹这么可爱 做了什么事不能原谅 百里师兄也太不近人情了吧 我没关系 但是你千万别累坏了自己的身体 只要你收下这食盒 我马上就走 绝不打扰你查案 够了走开 强加于人的善意和恶意有什么区别呢 师叔您来了 这是 闲来无事 我念几句话本里的台词罢了 怎么影响到你们谁了 师叔字字逐迹 弟子受教了 师叔又替我解了一次胃 既然如此 浅一就先走了 不打扰师兄办案 告辞 百里师兄和他的关系 果然不一般 他就是那个废物软师叔吗 长得挺美的就是嘴毒了点 刚才的话怎么听都是在阴阳怪气赵师妹啊 你这个笨鸟干了坏事落到我这 不是告诉别人你就是我的鸟吗 以后打完人记得飞远点 这样才能让他吃哑巴亏啊 百里师兄 这个恶毒的女人 居然在云仙宗养这样凶狠的鸟 我看凶手定然是她 咱们把她带回去 好好排位 来人 拿套锁 是 果然咱们百里师兄最讲公道 将这个犯上作乱的弟子绑住 押到戒堂 策摆遍 是 你们 短短 大师兄 你妄议师叔在先 对他大呼小叫在后 理应重罚 你要公道 我便给你公道 师兄 我知错了 你饶了我吧 别乱动 你今天来后山 可是来排查我是否是凶手呢 随意问 随意看吧 弟子不敢 还是头一次看到百里师兄生这么大 我正好要下山一堂 既不盘查 你们也尽快离开这里吧 师叔这是要准备去何处 山下镇子 治半点东西 凶手有可能再次作案 最近山下也不太平 不如由我护送师叔下山 如何 喝 师叔居然是不必顾的 还特别喜欢甜食 这样看 和别的普通女孩子 没有什么区别 他偷偷看很久了 不是也想要吃吗 你要来一个尝尝吗 师叔你吃就好 师父时常教导 大弟子 要有大弟子模样 想吃的话 在山下为何不说 看了我一路 让 让师叔见笑了 大弟子来评评 这栗子味道如何 盛田 炒得恰到火候 他怎么每次都突然一下子就走这么快 夹在书中的头发不尽 所以先前是故意陪我出去 再让其他弟子搜查这里吗 小恶 男主果然不好对付呢 照这样下去 我很快就会被发现 然后走完外面剧情吧 不 这可不一定啊 按照原味面的剧情 他可是直接立心搜查了陕小离的住所 现在却大费周征 多此一举 显然是考虑到了他的心情 嗯 下一次出手 得更小心一点了吧 难道说 男主对阮小离有了好感 哼 有趣 如此优秀的男主 竟爱上了恶毒女反派 啰 日安小离 这个感情淡漠的木童 会不会动心呢 呵呵呵 說是动心了 结局却必须死在心爱之人手下 他应该会露出 不一样的情绪吧 呵呵呵 我很期待呢 弟子白李延祁 拜见师父 起身吧 延祁 案子可有什么进展 弟子照师叔所说的追杀凶手 但并没有追杀到可疑的人物 只是 但说无妨 弟子查了最近被杀的那两名弟子 发现他们在半年前 玷污了山下镇上的一位姑娘 最终 逼死了那位姑娘 混账 坚持就是玷污我们云仙宗的名声 徒儿还查了网年遇害的弟子 发现他们除了烧杀抢掠 还做了诸多师们不齿之事 因此弟子推测 杀人凶手寻人是有目标特点的 他杀的每个遇害弟子 都是做过大恶之事的人 如此一看 这个凶手更像是在替天行道了 继续说 这凶手又与一般人不同 一般人若是极恶如仇 想要替天行道 应会将恶人所做之事公之于众 并且将他们交于云仙宗惩处 而不是和这个凶手一样 选择将恶人私下处置 除非 这个凶手已经不相信 云仙宗的权威与公正 所以 才会亲自杀了那些人 不相信云仙宗 远奇做得好 继续往下查 师父相信你 是 无事就退下吧 不过查案的同时 不可怠慢修炼 马上就是仙门大会了 为师可期盼你能拿到魁首 养我云仙宗威名啊 遵命 回师父 弟子还有一事禀告 何事 马上要入冬了 弟子探案时发现 后山软石书住处 乌仙西学 尚未准备过冬用品 能否派人置办一二 唉 我这师妹 还是喜欢把事情闷在心里 什么都不说 这样下去迟早会憋出病来 这样吧 不如下月 就让他带着你们这些小辈 去仙门山吧 全当让他散散心 您的意思是 让师叔随我们一同去 仙门大会 弟子们都到了 怎么还不出发 就是 大师兄 我们快点出发吧 这样可以早日到仙门山 再等等 师叔还没到 阮师叔怎么还不来 架子也太大了 你忘了 上次阮师叔可是连长老的面子都不给 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小辈 约定出发的时间还没到 是我们早到了 再等等也不迟 是 师兄 我到了 阮师叔 阮师叔 今日好美 师兄 师兄 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出发吧 全部弟子 准备遇剑 太好了 小师弟 比比看 什么先飞到镇上 师姐 等等我 师叔 你没有带先剑吗 颜奇 我无法遇见 师叔 竟然无法遇见 作为一个修仙者 却无法遇见飞行 心里根有多难受 况且师叔曾经那么优秀 此刻他 病人很沮丧 遇见有什么好 晃得头晕 正好去镇上买匹马 慢慢骑过去 还能欣赏沿途风景 师叔 冒犯了 我带师叔上山 他对反派 原来就如此亲切的吗 好 劳烦你了 嗯 师叔放心 师叔的腰好细 好软 仿佛一用力 就会被不小心折断一样 竟然如此的近 我在乱想些什么呀 宁神 静记 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吧 女弟子们 去捡一些柴火回来生火 男弟子们 随我去收猎 是 师兄 师叔 你身子鼓入 进原地休息一会儿 算算时间 路上就是你残害弟子的时刻哦 也真的以为自己是来散心的 嘿嘿 你是故意的吧 就那么十几人 若有人死了 百里延期瞬间就能明白 凶手可能在其中 这查案的范围 瞬间从云仙宗数万弟子 缩小到十几人的范围内 我和被揪出来的概率 瞬间提高了 嘿嘿 反派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我还是很期待看到你 我弱中杂的样子的 走一步算一步吧 本来以为路上能和把李师兄 变得亲近一些 没想到 师兄一整天都为证短师叔 我连和他说一句话都拿 早知道我也装笨 说不会遇见就好 师兄们好像回来了 走 看看去 我们回来了 师妹们快看 我们打到了一头路 还有很多野兔 今天晚上 有的吃了 兔兔兔这么可爱 你们怎么可以吃兔兔 师叔 你喜欢吃鹿身上的什么部位 我来考给你试 我喜欢吃兔子 本以为女孩子会不忍心吃兔兔 师叔 还真是与众不同 师叔 我加了一些香草和椰果汁烤的 不知道师叔 能不能习惯这个味道 看来是喜欢 原来师叔除了淡膜 偶尔也会露出 这样可爱的神情 师叔 你慢点吃 如果喜欢的话 路上有机会 我都可以为你考图着 男主 男主就是男主 这样的小白我很喜欢 凭什么他就能得到百里师兄的关照 自己不会烤肉吗 修为废了 难道手也废了 早点休息 明日一早还要赶路 是 师兄 我去那边巡逻转转 师叔休息的时候 身上冷漠的锋芒 全部都瘦了起来 倒像个 寻常人家的女孩子 算起来 师叔也百岁多了 他此刻闭着眼睛 瞧着 像是刚急急一样 师叔 师叔 肚头 真正是 真烂 就这么喜欢吃兔手吗 我怎么能冒犯师叔 许生师兄 你在哪儿 我来了 素师妹来得挺准时啊 真乖呀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 趁着没人发现 师叔 师叔 醒醒 有10 什么 全体弟子听令 猎阵对抗 是 都小心点 这气味有毒 闭气 来了 不用怕 是植物金冠 用火术集中攻击 中心薄肉处 听师叔的 是 天哪 我们这么快就杀掉了一只妖 这还是我第一次杀妖 多亏了师叔 教我们用相应的法术 克制他 师叔 您好厉害啊 你是怎么发现妖灵的 毕竟比你们阅历深一些 大家似乎愿意接纳师叔了 好了 师叔累了 不要再打扰他了 最近赶路辛苦了 大家先在这里摞脚休息 带从镇上补充好补给 三日后就出发 是 是 太好了 赶了三日路 终于可以好好洗个热水澡了 我以后要大吃特吃 老板 我先付电金吧 好 师叔 我们可以自己掏钱的 让师叔为我们掏钱 多不好意思啊 嗯 是啊是啊 师叔救了我们的命 怎么还能让你破费呢 住宿费不敢劳烦你 我们大家军摊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师叔不必客气 这点钱就由我代劳 嗯 好 嗯 用我的结 谢谢光连呀 师叔 这边 我带你去休息 哦 好 嗯 师兄今天的手劲 怎么这么大呀 嗯 我今天靠近了才发现 师叔真的好可爱 比门中的女弟子们漂亮多了 还以为她不近人情 但没想到她人这么好 嗯 不知道师叔以后 会和什么样的男子结为道理呢 这些弟子是该被好好惩治一番了 居然敢消消师叔 啊 谁 给我站住 竟然又有人死了 手脚均一骨折 生前应该是先受到虐待 再勒住脖子 令他窒息而亡 这个手法 和之前遇害弟子死法 几乎一致 凶器上有血迹 是那个凶手 他 他竟然跟着我们来了 这下该怎么办 简鱼 你和曲神住在同一间房 是不是你干的 啊 不是我 我一直在房中睡觉 并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啊 哼 还狡辩 曲神身上那么多伤 你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 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为什么会睡得这么沉 师兄 我真的没有杀人 你要相信我 人的确不是他杀的 从尸体的情况来看 曲神的脖子 几乎都快被勒断了 而且从我听到异性 到赶到现场 不过半盏茶的功夫 他多多少少手心 肯定会有拿细丝线的勒痕 甚至是血痕 但是前余的手心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痕迹 因此 他不可能是凶手 还真的是啊 师兄 我手上也没有印子 是不是可以排除我的嫌疑了 我也没有 我是清白的 小师弟 我让你去通知西院的师叔和女弟子们过来 怎么样了 他们正在赶来 我们来了 发生何事了 师叔 死了一个弟子 我仔细查看了伤痕 和之前那个凶手 是同一人 什么 死人了 谁死了 好像是取生 弟子推测 行凶者手上必定受伤了 东院男弟子们都已经检测完毕 如今只剩下西院的女弟子们 既如此 西院的弟子们排成三列 都将手心向上 接受排查 遵命 师叔 大看 奇怪 怎么大家手上都没有 太好了 这说明我们之中没有凶手 有些蹊跷 难道是我想错了 凶手 并非我们云仙宗之人 而是尾随我们之子 师兄 等等 女弟子中 不是还有一人没验吗 师叔 小师妹 你开玩笑呢 师叔怎么可能杀人啊 师叔根本没有武功啊 怎么能伤害举生呢 就是说啊 既是清白的 为何不敢双手试人 师叔 你敢打开你的双手 让我们看看吗 没有 师叔手上也没有痕迹 如何 是你想要的答案吗 看来 凶手也不是师叔啊 这下我就放心了 看来凶手不在我们之中 凶手肯定是宗门之外的人 一路跟踪我们到这座啊 即便如此 也不可掉以轻心 之后尽量三人以上行动 相互守夜 避免罗丹 谁 师兄 你怎么来了 是你做的吧 素婷 师兄 你在说什么 我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你身上的味道 跟取胜房中的迷香一样 虽然很淡 但是在检查你手心的时候 我还是闻到了一丝气息 啊 若我没猜错 这迷香 应当还在你的袖中 你是打算趁着这会儿 处理掉的 啊 为什么这样做 啊 他就是个 七声不容的败类 七仙 我不过是不小心犯了错 没事 不就是打扫时 不小心弄失了藏金阁的书卷吗 师兄替你担着 不告诉其他人就是了 我原以为 他是好心替我隐瞒 谁知他却另有图谋 师妹 师兄替你挨了责罚 你总要给我点报酬才成啊 本以为去了宗门大会 他会收敛一点 却没想到 这一路 他对我的折磨变本加厉 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才对他偷下杀手的 师兄 事已至此 我愿意认罪 你把我抓起来 向师父复命吧 我何时说过你是凶手了 师兄 你虽是迷晕他的人 但实际动手的却不是你 以你的性子 根本做不到杀完人后 还能从容冷静地离开案发现场 况且 你的身形和我看到 从现场离开之人并不一致 是有人帮了你吗 当时 终于迷晕他了 接下去 要动手吗 不 不行 我做不到 不好 有人来了 你刚刚差点就被发现了呢 还好 你提前用面纸遮盖了证据 这熟练的做派 看来你天生适合到坏人啊 我该谢谢你的夸赞吗 知道回来了 下次我办事的时候 你再叫一个试试 小心我把你的嘴给掰断 对了 你别忘了 这个未灭的任务 还剩下两个 击杀掌门 和被男主击杀 要是男主提前查到了你 就是凶手 击杀掌门的任务 就很难完成了 我知道 男主目前还没那么快查到我 我会想办法拖延住他的 哦 是吗 只可惜 他没那么好功能哦 师叔 你睡了吗 我 可以进来呢 嘿嘿 你的麻烦来咯 师叔 眼下凶手还被抓到 你真的不打算 和其他女弟子们做办吗 我是长辈 和他们住一起 反而会令他们不自在 会是师叔呢 那凶手的身形 确实和师叔差了 苏婷说 他听到的脚步手很轻 汉定那黑袍人 定是女子 但案发当时 除了苏婷 其他女弟子们 都是三两作伴 唯有师叔是独自一人 没有不在场证明 你如今不仅要带队 还要为命案操劳 肯定累坏了吧 喝杯茶休息一下吧 师叔 我能再看看 你的掌心吗 师叔 你真是 没事的 我在这里 想不到 师叔居然如此害怕雷声 还是第一次 看到他这么依赖人 如此脆弱 仿佛轻轻一碰 就会破碎 是说 天亮了 阮小离 没想到你还能集中生智 你演技真不错 演技 对啊 果然男人 还是见不得女人掉泪 他昨晚 可是哄了你一夜呢 昨晚我并没有演戏 是这具身体 本能在害怕 不管怎么说 但也没有检查 你的手心 你也算是 躲过一劫了 大家再坚持一下 只要遇见 飞过前面几座山头 马上就可以到仙门山了 言启 我准备好了 出发吧 师叔 接下来的行程 我令女弟子们 遇见带你飞行吧 哦 是因为昨晚 我吓到你了 师叔哪里的话 昨晚是弟子冒犯了 不应该在师叔 房中逗留 只是 若被其他弟子知道 实在有损 师叔轻欲 我不在意这个 你我二人 问心无愧就好 但若是你想避嫌 我听从你的安排便是 这次有劳你了 师叔放心 我一定将您 闻闻送的 问心无愧吗 师叔 你实在是不知道 自从遇见你之后 我心里 仿佛住进了一个恶魔 什么证人君子 礼仪修仰 统统都被打散了 是我温馨有愧 师兄 你快看 大会三日后才会开始 众位仙友 请随我们这边来 已经为各位安排好了 雅间休息 这就是仙门啊 真气派 三日后彼时之时 众仙友可坐在西侧面 稍后 我们会给各位送来膳食 另外 天门山规定子夜后 顾得在山中夜游 还希望仙友们遵循 有劳仙童 这里要是 我总会不知不觉的 来到师叔房间 连自己都不知道 来做什么 但就是下意识 想来这里 不 说是师叔知道 我又摸到那些画面 只怕会对我 心生厌恶 颜琪 你在我屋外做什么 巡 巡逻 这么晚了 师叔要出门去哪 睡不着 出去散散心 明日就是仙门大笔了 你巡逻完 也早点回去歇息吧 不远不近地跟着 难道 他还怀疑我是凶手 所以盯着我吗 夜晚师叔独自散步 肯定不安全 我还是随时保护着为好 真是巧啊 这不是多年未见的阮师妹吗 可还记得我吗 让路 阮师妹不要如此冷漠啊 我临门和云仙宗也算知交 不如我们一同找个地方 坐下一训 你这是干嘛 先师自重 这非要 小仙友真是长得风神俊了 正掌门教导出来的弟子 果然不一般啊 你是何人 阮 阮师妹还真是健忘 我是临门的张秦峰啊 我都不记得你是何人了 为何还要纠缠 难道你们临门的作风 便是死缠烂打 看来多年不见 阮师妹这嘴上功夫精进了不少 既然如此便不多了了 告辞 师叔 没事了 言启 众弟子中 你最是沉稳 可刚刚 为何会动那么大的杀气 是弟子处理不当 给师叔添麻烦了 师叔 你是没注意到那人的眼神 泄温 满满的泄温 敢对你有不堪的消息 我真想直接给他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若再有下次 寻个没人瞅间的地方 打他一顿便是 明面上得罪小仙 只怕他会怀恨在心 对你不利 师叔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因为 我有点喜欢你吧 喜欢 人品样貌没得说 最重要的是尊老爱幼这点 我很难不喜欢你这样的小辈 原来是这种喜欢 不管怎么说 下次不可强出头 弟子知道了 软小离 我看你也挺别扭的 连谢谢都说不出口 尿你管 回去了 免得又碰上苍蝇 好 多谢诸位先友 远道而来 百年一次的先门大会 以武会友 即将开始 此次参加大笔的 共有十二宗门 由各家选出六名精英弟子 抽签进行一对一比试 最终获胜者将获得上瓶法器一剑 对决时既争强好胜 点到为止即可 不要受伤 师叔请放心 奇怪 你们看到看台上 临门张庆峰之位怎么空缺了 听说那张庆峰 昨晚起 不知怎么地滑倒在粪坑里了 这会儿还昏迷不醒呢 什么 真的假的 师兄 你今天心情好像很不错 集中注意力 马上开始比试了 看看 那是操门的小闲云吧 果然像船园里面一样美啊 何止是美 有人说 人家总那位阮梨前辈一样 是个百年难得云狱的奇才啊 但是阮梨前辈走火入魔 如今连剑都没法握 依我看 还是这位 小闲云清楚于来 阮小离 未面女主出现了 男主要开始谈恋爱了 哦 看啊 他们会抽签到一起比试 两人站平 共同拿到了魁首 千蓝大会 他们第一次落出风 后续他们和会一起流入 一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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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小离 男主 坠入爱河之后 可就不会再关注你这个诗书了呀 你就不着急吗 为什么要着急 小闲云长得美 修为好 连起未来有这么一个妻子 我这个长辈觉得很放心 我带过的丽人宿主都会爱上未面男主 怎么这个软小离一点都不动心呢 师兄 那位小师姐真美啊 不急师叔 下一场 请抽到九号树的弟子上擂台比试 云仙宗 百里 延起 苍门 小贤云 天呐 小贤云和百里延起居然对上了 这是什么缘分啊 诶 等等 忽然觉得这二人站在一起格外的般配 云仙宗和苍门本就实力相当 两人真是门当互对啊 众人如此议论 师叔他听你会不会误会我 乖乖乖 别睡了 男主正偷偷看你呢 啊 师叔看过来了 师叔 我会慢慢让你明白 我对你的心意 开始比试吧 这傻师侄 比试都要开始了还对我笑 他应该注意女主才对 看见 认真看你赖吧 原剧情两人打了平手 也是这一次对局 两人一见钟情 哦 是吗 有破绽 承让 哎 男主这不是赢了吗 啊 什么 故事居然没有按照原剧情发展 哦 百里延期怎么出招的 我根本看不见 这剑法如此狠烈 也太不会怜香西域了吧 百里延期 我记住你了 获胜的是 云仙宗 哎 你大师兄赢了 我就知道 大师兄可以做到 师叔 看了 小鄂 为什么我总感觉 他一副在求夸奖的样子 没想到 这次原剧情改动得这么过分 如果我点醒了这个傻宿主 会不会变得更有趣呢 阮小离啊 一切的原因 都是因为 百里延期喜欢你哦 啊 不 不可能 我是反派啊 男主怎么会喜欢上作恶多当的反派呢 哎呀 我带过这么多的宿主 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从来都是宿主喜欢上男主 那你这儿却反过来了 小鄂 他喜欢上我 那主线剧情会被改变吗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说不好 师叔 啊 今日比试 我们门中弟子全部都取胜了 没有人被淘汰 下次比试 在三十后 今天做得不错 不过张晴峰的事点到为止吧 小心他之后会有所报复 是 师叔 师叔竟然没穿披风 你这是 师叔 夜里风大 你又没有灵气护体 把这披风披上吧 这 就是被人喜欢的感觉吗 感觉 好像不错 我知道了 夜深风大 你也早点回去 我在想些什么 我是反派 又以任务为重 披风披在师叔身上 倒显得 他更娇小 等等 这身影 为非与内门的凶手 如此相笑 我到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 等一下 师叔 这些天我的修炼 隐隐约要突破了 但是总徒劳无功 师叔可否指点我一二 如此 那便进来吧 多谢师叔 深更半夜的 他俩在这做什么 难道 这里 试着用灵力往上冲 师叔除了丹田的真远之气外 确实没有半点灵力 刚刚进入房中探场 也并无作案工具等可疑之处 难道又是巧合吗 不要分心 专心冥想 是 这对师侄果然有问题 孤男寡女三更半夜 共处一室 简直是道德败坏 既然如此 就让我再给你们加点料 白礼言起 让我此行成为各大宗门的笑话 今晚 我也要你付出代价 这个棋位 是弥青兴 师叔 严祺 怎么回事 身体突然好瘦 师叔没有修为 已经中招了 得让他想恢复神志 曲情又重新变动了 阮小离中了 弥青香 男主会如何行动呢 真期待啊 阮奇 我 师叔 系统已强制关闭 本未面剩余强制关闭次数 剩余一次 可恶 只想收回这破功能 师叔 对不起 我要冒犯了 张贤师 这大半夜的你召集众人前来 究竟出了什么事 啊 那云仙宗的阮礼和大弟子白礼言起油染 借着仙门大会 日夜私会 张贤师 这可不先开玩笑啊 是啊 这种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只是吃完饭出来溜达了一圈 不料尽发现了此等会乱之事 若不将此二人捉拿 传出去 且只辱没了仙门山的声誉 你们看 这这狗男女正颠乱倒风 不知天地为何物 仙门大会日程何时改为夜间了 怎的诸位聚得这般齐 这 阮师妹 仙门山夜深风寒 我等实在关心你身体 起来看看 关心我 带上这么多外男应传我的闺房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捉奸的呢 至今你也别想狡辩了 一路向前 我亲眼看到了百里延启 进了你的房中 他现在正在哪 你亲眼看到 云仙宗住南院 临门居于北院 相隔甚远 也不知张仙师是在门外看了多久 才看到有人进入我房间 居然在阮师妹的闺房前 蹲点窥室啊 这张晴峰可真是个变态啊 事关阮师妹轻语 今日之事 我仙门山定会还云仙宗一个公道 啊 将陵们 从大笔名单中剔除 五百年内 不得再拜业仙门山 等等 仙宝 听我解释啊 阮师妹 你早些休息 别被这种垃圾扰了清修 好 数不远送了 出来吧 师叔 弟子知错了 你走吧 今天的事 不要告诉第二个人 师叔 我 心脏 怎么跳得这么快 好像 有什么东西滋生了 啊 大笔终于结束了 真不愧是大师兄 能夺下魁首 是啊 这次掌门肯定中中有赏 大师兄 你就是我们的骄傲 借骄 快走啊 回去向师父报告这个喜讯 师叔 等等我 这次回去 还是劳烦你了 师叔说的哪里的话 怎么会劳烦呢 师妹你先走吧 今天风急 还是我带师叔要稳妥一些 好的 那我先行一步了 师叔 我们也走吧 我扶你站稳 为何要贴我这么紧 师叔没有灵气固体 切莫受了风寒 为何遇见如此呢 今日物重 如此团绝 你是不是有些其他小心思 没有啊 师叔冷的话 可以往后考一遍 我身上能 罢了 随你吧 反正等我杀了掌门 男主发现我的真面目后 就会死下 师叔好像并不反感我 那待我抓到凶手后 便向掌门师父 请自受处示威 去后山 守护士属一辈子 师父 徒儿信不辱命 夺得魁首 做得很好 你走算没有辜负为师的期待 此番 我定要好好奖赏于你 多谢师父 你打小便喜爱那 藏金阁的上等功法典籍 随后你去挑选喜欢的 就当这次的奖励吧 师父 弟子可否另讨奖赏 你这孩子 从不会主动要些什么 这次倒是袭击 说说看 你想要什么 弟子还没想好 但弟子想好了 再禀师父 既如此 为师便准了 掌门 正所谓赏罚分明 如今既然讲赏完了 应该要论罚了吧 论罚 当然 在你这个废物的带队下 我的弟子取生被奸人所害 难道不应该追责吗 孙长老 此时与师父 没有半点干系 不是一直说我是废物吗 你还指望一个废物去保护弟子 莫非您老是算盘经投胎 你 掌门 弟子认为 孙长老所言极是 弟子愿意作证 阮师叔作为长辈 此行路上独断专行 经常避世不出 发生惨案之后 也没有进到领队之责 理应受罚 若言训识 门中弟子死了 你这个带队的难辞其咎 孙长老 您是钻写云先宗戒律的长老 自己写下的戒规 难道只记得前半句 你什么意思 先师带弟子外出修行之时 弟子如有伤亡 先师必受鞭刑处罚 伤二十遍 亡五十遍 前提是 带队先师 当时尚有法术与能力 可以担起 保护弟子的责任 师叔明显没有战斗的能力 不是用词规 况且这一路上 师叔都在安排 住宿吃食 以及指导弟子们实战 这些全都是师叔的功劳 如今 若是让他白白受罚 有失偏颇 那你的意思 是让取生白白欲害了 保护所幸弟子安危 本应该是我这个大师兄的职责 说要追责 师兄 你 弟子愿意受罚 掌门 这一切都不关大师兄的事啊 明明是阮师叔他 我 住口 小师妹 你还要任性到什么时候 你是分明是在诋毁阮师叔 我们之前真是看错你了 师父 阮师叔只是外冷内热之人 一路上给予弟子们的帮助 并不亚于大师兄 弟子认为 师妹有说谎之嫌 还请师父三思 你们 可恶 明明以前大家都讨厌这个废物的 现在怎么全改变了 小恶 怎么这些人都在维固啊 原剧情中 你可没有去歇门大别 大家自然没有和你接触的机会 现在的剧情 牵一发而动全身 沈小恋 我倒看看 你最后如何完成任务 死在男主手上 弟子们都以为 阮师叔无罪 可一定要责罚 弟子愿代替大师兄 不 让我来 让我来 不必责罚他们 我一人受罚即可 既如此 你便去山门领罚吧 你 都是孙长老 你挑事让大师兄受伤 瞧你干的好事 伤了我们云千宗的 熟悉弟子 我也不想啊 至于倩依 身为小辈 却狂语无惧 诋毁长辈 那就罚 去刺过牙 回过三月吧 掌门 我 师叔 只要有我在 我就绝不会让你受伤的 谁 师叔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的伤 虽然都避开了要害 但还是伤得挺重 疼 师叔 我听弟子说 某人受罚的时候 一生都没坑 这会儿倒是知道疼了 以后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师叔 师叔 你是专门去打听我的消息了 事情因我而起 我只是不想牵连你罢了 这种思绪 莫名让人心烦 也不知怎的 一想起来 心口就毒得厉害 啊 他的脸怎么这么红 难道伤势加重了 废话 他喜欢你肯定害羞啊 说起来 你不会也动心了吧 怎么可能 师叔 还有这边的伤口 没抹上药 你自己抹吧 我累了 就先走了 师叔 和男主越相处 就越让我思绪纷杂 必须要加快任务进度了 今晚就去击杀云仙宗掌门 按照原剧情 今晚你杀了掌门 然后男主发现了你的真面目 将你击杀 这个世界任务就完成了 有人 严启 男主怎么会在这时候出现呢 天色阴沉 弟子怕会打雷 所以特意过来找师叔 只是师叔你 深夜拿着匕首来此处 是为了再一次行凶吗 残害宗门弟子的凶手 真的就是师叔你吗 哎呀呀 想不到提前被男主揭穿了 人赃即货 任小离 要如何狡辩呢 师叔 别出声 你别多问 真是 钝形丹 每次都在这种地方 你也不像个的慌 这声音是 师父 为何师父会与女弟子深夜在此 山门弟子耳目众多 这里四下无人 最为安全 还是掌门考虑周全 放心 下月的试炼大会 一定给你最好的胆药 掌门 你说话可要算话 太无耻了 太无耻了 居然以宗门资源为筹码 行如此不耻之事 不要轻举妄动 难道 师叔一早就知道了吗 掌门 我听说掌管宗门俸禄的刘师兄 不日前作后入魔身亡了 原家想顶上那个职位吗 记住 我不喜欢贪心的宠物 别给予你不该想的 弟子知错 掌门饶命 知道就好 多谢掌门 我们走吧 是 他们好像走了 师叔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师父他 怎么了 发现一向敬爱的师父 居然是个人面兽心的伪君子 说不出话来了 今夜之事 我的确是没想到 人间有两面 就比如我 我既是你敬重的师叔 却也是弟子口中 十恶不赦 残害同门的真凶 我真是你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如你所见 我若不用剑丹之术 维持这副躯体 在这云仙宗 恐怕早就死了无数次 至于那些滥杀 无辜 兼仪妇女的畜生 若能为我所用 我为何要做活菩萨 严启 不要把人想得太坏 但也别把人想得太好了 说到底 我也是个自私自利的人罢了 若你想杀了我 为你的同门报仇 现在就下手吧 你居然探牌如此彻底啊 看来打算放弃任务 迎接死亡了呀 师叔 这啥情况 师叔 你别想骗我 我所看到的你 根本就不是一个 拉杀无辜 嗜血成性的人 下次再掉进去 就没这么好运了 叫什么野猫啊 还反被抓呀 是啊 手被抓得真难看 去那边看看吧 看上去好热闹啊 行行好 给点吃的吧 拿去买些东西吧 谢谢 上天会保佑你的 我所看到的师叔 是一个政治 善良的女子 比起这世间任何人 都要好千倍 万倍 依照云先踪门规 若能搜集证据 证明那些作恶之人 死有余辜 不会重派 众多女弟子中 除了苏婷 一定还有其他受害者 师叔 待土地收集好证据 我们定能光明磊落地 出现在众人面前 你倒是会为我筹谋 可若掌门和众长老 执意处死我 又当如何 若即使师父执意则罚 弟子 愿意替师叔受死 你 为什么 因为我心悦师叔 为了你 舍条命舍去又何妨 我 我不值得你这样做 你知道 你是唯一一个 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人 我想守护着你 言启 谢谢你 林香 师叔 你又何尝不是让我感到温暖的人呢 只可惜 我们注定不能在一起 等你醒来 一切就会重回正轨了 谁 师妹 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 哦 我近日单道有成 炼制了几枚酒品灵丹 特来献给掌门师兄 如此甚好 那便随我入药房吧 是不是很久没来这里了 自从你那年病倒 便不愿再出门 就连后山也不肯踏出一步 是啊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不过师妹还有药石在身 就是物体 你且看看 这丹药橙色如何 好 既然是师妹亲自炼制 功效一定会很出色 怎么封的 可恶 骗了吗 你 你的修为 怎么恢复了 恢复 当然没有 我不过是吃了聚灵丹 将这些年来所有的精绪 化作一天的修为罢了 你 你居然吃了聚灵丹 你不怕变成神魂净事 不敢净费的废物吗 正道理 你当年毁掉我的时候 难道不怕我成为废物吗 那年我不过十三岁 视你如亲兄长 师兄 此次先闷大别 我就能捆手夺了 给你轻声 嗯 师妹有心了 可就在我 修为即将突破的 关键时刻 一个神秘人 闯入我的房中 将我的丹田击溃 是谁 情急之下 我在那人脖肩留下抓痕 没想到 我因此灵海枯竭 修为尽沸 一辈子都没有再修炼的可能 但尽管如此 我还是心存希望 知道 师兄 天气太闷了 我想和你闲聊散心 那是 我当晚在偷袭之人身上 留下的抓痕 怎么会是师兄 与我最亲近的你 却是将我推入 万劫不复之中的凶手 那一刻我明白了 我唯一的冲戮 就只有复仇而已 正道理 你当初怎么对我 如今 我如数放还 师妹 你还是和当年一样自负 你以为我会如此大意 毫无防备吗 不过没办法 谁叫我正道理 就是如此沉迷这样的你 沉迷到 不惜把你翅膀亲自折断 看你不断在我身边挣扎的样子 师妹 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知道那些弟子是你杀的 但我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可知是为何 因为只有亲眼看到你从天才沦为废物 从正道坠入魔道的样子 才会令我心情愉悦 你这个禽兽不如的败类 若能得到你做我永远的奴仆 我便为禽兽又如何 什么 你 糟糕 大意了 正道理 你是不是太小看一个要报仇之人的决心了 不 不要 师妹 我虽然非了你 但我没有杀你啊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 终于解决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任务 师叔 男主果然如援军情般 今时赶到了 接下来将会是最精彩的桥蛋了 严祺 事实就如你所看到的这样 我杀了你的掌门师父 你要报仇的话 现在就动手吧 师叔 你快走吧 今夜之事 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什么情况 你要包庇我 死在地上的可是你师父 我知道 其实我早就清醒跟过来了 掌门当初对你做的一切 我也都听到了 师叔 我好恨 我恨动手的不是我 我恨自己没有早点出现 不然就能保护你 让你不受任何伤害 你 师叔 今晚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等一切结束 我们 师叔 对不起颜奇 你是好人 师叔 你要做什么 不要 不 不 师叔 师叔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师叔 别喝飞你的流泪 我守恋静止 那就活不过今晚 为什么 若你提前告知我 我可以帮你 什么复仇 什么痛苦 让我与你一起承担 颜奇 你是万人敬仰的云仙宗大师兄 你不应该染上黑暗 记住 所有人都是我杀的 而你 是最终解决了杀人凶事的天之交刺 这是我这个师叔 最后的邀请 最后的邀请 你能做到的 那样 对子 遵命 杀了 杀了 杀了掌门 震道领 最后死在男主殿下 没想到兜兜转转 这个未免任务居然完成了 不错 你可以到下个未免 继续做任务了 好 真是个傻瓜 三日后 百里延启正式成为云仙宗掌门 随着他登上掌门之位 前掌门正道理 即死去弟子的丑闻被先后查证 是正掌门主动找上我的 他说只要我现身 那便会必要我 弟子不是故意犯错的 是那个姑娘穿的单薄 供应我在先 案组门法庭 废举修尾 全部驱逐出去 若有再犯者 这就是下场 是 所有被隐藏的恶事 被深挖而出 一一摆在众人眼前 震惊全宗 师兄 等等我 百里延启执法求言 将云仙宗上下彻底整顿 以得至宗 短短三年的时间 他将云仙宗发展成 大陆第一大宗门 百年后 他不负天之骄子之名 历经不治 严于律己 成为当之无愧的 修仙界第一 师叔 终生 没有仙女 四殿下 快点跟上老奴吧 皇后娘娘 已经等候您多时了 嗯 嗯 山小离 没想到你适应这个角色 还挺快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小鹅 我这次的角色 怎么是个男孩啊 当然不是啊 这次的情况有些复杂 你听我说 你叫阮柱 是越国当朝的四皇子 生母是曹贵妃 越国如今有三位皇子 母族无势力的鱼妃 生了大皇子 家皇贵妃生了二皇子 也是男主 阮山 而皇后 则生了个三公主 最后便是你 四皇子阮柱 你的生母曹贵妃 怀胎八月之时 被人毒害 导致早产 满心期待能 戴下龙子的她 却发现你是女儿 为了搏得圣宠 她买通宫人 谎报你是皇子 这一门就是五年 恶娘 恶娘 曹贵妃昨日离其死 正好皇后膝下无子 这个嬷嬷 如今要把你接过 去皇后那里 过计给她 哦 原来是这样 我明白了 那这些伤痕是 曹贵妃谎报了 你的性别后 表面上风光无限 但背地里 她每日都担惊受怕 内心惶惶不安 由于不能再生育 她对你的要求很高 所以经常虐待打骂你 要求你成为 最出色的皇子 别的皇子能做到 你必须做得更好 老师 被生母虐待 如今还要寄人篱下 才五岁 便沦为了 独权争宠的工具 生在皇家 是性还是不性 你不要过来 离远点 离远点 宫里哪来的狗啊 来人啊 阮小离 没想到 你的弱点 居然是怕狗啊 回来 别闹了 对不起啊 皇帝 这是我从野外 刚续养的小狗 吓住你了吧 真是不打不相识 阮小离 正好给你介绍一下 这便是你的死对头 未免男主阮山 你还好吗 为什么叫死对头呢 因为阮山的生母 是如今最得胜宠的 江皇贵妃 母家势力极强 地位仅次于皇后 而她也是迫害你生母 导致她无法受孕的人 也就是说 你从出生那一刻起 却注定和未免男主是仇人 朱儿 你必须假扮好皇子 而且要比阮山更加优秀 只有这样 我们母女才有出头之日 知道了 你也感受到了 原主从小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 折恨男主那是必然的 所以 这个未免 你的主线任务 就是和男主作对 各种和他争斗 刺杀他 陷害他 最终死在他的手下 扮演男主的死对头是吗 不用你服 四弟 你别生气 我不是故意放狗的 谁叫你不摔手的 活该 二殿下 时辰不早了 老奴得带四弟下走了 皇后娘娘还在招人宫等着呢 好 幸好没吵起来 奇怪 为何感觉四弟对我有很大的敌意呢 启禀娘娘 人已经在殿外候着不少时辰了 不过才让他占了两周相时间 急什么 娘娘 现在只要把握住了四殿下 日后他若登基 您将会是后宫内最尊贵的女人 纵然再不喜欢四殿下 也理应以大局为重啊 嗯 放心 本宫心里清楚 去 把那孩子带过来吧 娘娘 四殿下来了 诸儿不必站这么远 今后我们就是亲母子了 来 走近些 让母后好好看看 呵呵 呵呵 儿臣今日出道招人宫 不曾惜得规矩 怕冲撞了母后 还是站在这里就好 你这孩子 倒是讲理数 看来草妹妹平日里清静的心血 不过 你如此瘦弱 可是之前伺候的人不尽心 来人 把太医宣来 给诸儿把把卖 呵呵 现在若是暴露了身份 你这个反派 恐怕还没长大就夭折咯 母后 不必如此麻烦 儿臣身体一直如此 今日儿臣有些累了 想先行告退 也好 之前让你们准备的住处 可已经收拾好了 王后娘娘放心 奴才已安排妥当 那便伺候四殿下沐浴更衣 早点休息吧 是 沐浴 更衣 躲得了把脉 躲不了沐浴 阮小离 你自求多福吧 四殿下 您沐浴的时候身边得有人伺候啊 主子说什么便是什么 谁教您如此多言 可是 伺候您沐浴 本就是奴才的分内吃 全部都下去 再敢出现 杀无赦 是是是 奴才这就走 奴才这就离开 终于走了 阮小离 阮小离 接下来你打算干什么呢 不如我们直接去找男主麻烦吧 不 我要洗澡 我主是个五岁的小孩 上班第一天拒绝内卷 可恶 早知道就不更新版本了 还是要好好给四弟道歉才行 不能第一天 就给他留下坏印象 不过 他在哪呢 四处怎么一个人也没有 是那里吗 四弟 有什么好害羞的 又不是没见过男子 竟然让皇子独自洗澡 岂有此理 伺候的工人都去哪里了 等等 他身上怎么会 小鄂 宫中的太医院 你知道怎么走吗 当然知道 我可是对这个世界了如指掌 不过你去太医院做什么 园主身上的伤痕需要尽快处理 不然被人发现就不好了 原来是要去偷药啊 符合反派的行为作风 本系统就帮你导航吧 那我们走吧 四弟身上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伤 难道是工人干的 奇怪 小鄂 男主一直跟着我做什么 谁知道呢 可能是因为白天的事情愧疚 想跟你道歉吧 我都以得抱怨了 他居然还对我心存善意吗 方才 莫不是被四弟发现了 这有什么 打个招呼 直言是担心他才跟来的便是 你确定 他可是对你敌意满满 说不定会认为 滚开 你这个变态偷窥狂 四弟 你听我解释 嗯 我的确是不小心偷窥到四弟沐浴 但我内心寒荡 他应该能感受到的 四弟 抱歉 我 糟了 四弟走开了 这里是荷花糖 四弟万一落水就不好了 四弟 你在这里吗 四弟 你能听见吗 阮小离 你躲在这儿干什么 认我不是要和男主作对吗 你就等着看男主的好戏吧 嗯 四弟 糟了 四弟能不成落水了 别怕 二哥来救你 你干了坏事就溜 不怕未免男主腻死在荷花糖里 任务失败吗 那河糖的水也就倒他腰 根本不深 我不过是给他一个教训 任小离 不愧是你 奇怪 方才怎么被绊住了 哎 幸好四弟没落水 看来是我听错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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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啊 怎么偏偏 是在这个时候 嗯 嗯 嗯 什么嘛 你投药也太快了吧 一点也不刺激 不好玩不好玩 你太吵了 啊 啊 啊 快 去前面看看 哎呀 怎么办呀 要是江皇贵妃知道 二殿下不见了 一定会要我们的命的 嗯 若是还没回去 喂 我记得 男主浑水啊 哎呀 差点忘了 男主体质特殊 天生有幸极啊 这会儿 不会是犯病了吧 这种事你不早说 真是麻烦 总算把他捞上来了 哎呀 男主现在看着 好像很虚弱呢 还不是你把重要情报给漏了 这事得怪你 你 反正都这样啊 男主要是不及时服药 我也怎么样呢 嗯 脖头真的有点疼 这就疯寒了 真没用 轩小离 你刚才拿的药力 这伤寒的 似乎不够良人分呢 喂 任小离 你就这样把药给他的话 自己的伤会治不好的哟 不用你管 啊 凉凉的触感 好特别的响情 好舒服 真麻烦 哦 善儿 你醒了 怎么样 你怎么会昏倒在荷花池呢 是不是心急犯了 母妃不必担心 儿臣很好 只是一时贪玩 不慎落水 对了母妃 我是怎么回来的 是你宫里那两个丫头 带你回来的 她俩好大的胆子 若不是本宫发现 他俩还想瞒报此事 还请母妃不要责怪他们 都是儿臣的错 善儿不必担忧 他俩已经自请面壁去了 你好好歇息吧 本宫先出去了 是 当时救我的是宫女吗 可我隐隐记得是 他还真风寒哦 祝儿 你可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知道 既然你知道 母妇就不多说了 你作为曹妹妹的亲生儿子 今天就送她最后一程吧 是 看来 这孩子对曹贵妃 果然没有什么感情 行了 还不快给四皇子更衣 是 贵妃姐姐 我们姐妹 就这么天人永隔了 我舍不得你啊 小鹅 这是谁 和曹贵妃关系很好吗 这个 是三个月前 因为背后嚼舌根 而被罚贵的安妃哦 曹妹妹啊 你红颜不明 张姐姐怎么能不伤心呢 这个 是打麻将输给曹贵妃后 还大吵一架的许贵妃 不好了 云彩人伤心过冬天岛了 云彩人 好像没听说过这好人啊 当然了 因为云彩人今天早上才进宫的嘛 这后宫哪有什么姐妹情深啊 嘴上说着多伤心 所作所为却不见有半分真心 真是讽刺 四弟疼 又流鼻涕了 看来风寒还没好拳 要不今晚再去偷点药吧 四弟 你认识伤心便哭吧 不用忍着 他小小年纪 看着要强 其实心里怕是难受得很 我不爱 你让开 四弟 你说什么 我说你 小心 你没事吧 少假惺惺 下次 我可就两只脚一起踩了 小丽 好一个安江仇棒 我看未免男主一定更讨厌你了 四弟 放在四弟身上的味道 便是我在荷花唐边 昏迷时 闻到的药草小 就我的果真是四弟 真是天度红颜呢 贵妃姐姐总好 看那个四皇子 一点表情也没有 真是无情 曹贵妃和皇后 可一直是死对头 也不知道她儿子 落到皇后手里 可怎么过 看她呀 真有意思 原来是白眼狼 看来可有苦头吃了 曹贵妃的人缘也太烂了吧 这么多人想看你的好戏啊 那又如何 我不在乎 四弟要是真无情 又怎么会救我 又怎会救我 她现在的无情 不过是运创罢了 朱儿 别难过 本宫会代替曹妹妹 好好照顾你的 是 母后 儿臣想回去了 也好 也好 你和二皇子 方才好像有所交谈 不知道你们二人 说了些什么 也没什么 不过是她让我节哀 猫库 猫库耗子 假慈悲 朱儿 你可千万不能被哄骗了 她母妃家皇贵妃 和曹妹妹向来不合 之后你得小心些她们 儿臣知道 母后是对儿臣最好的人 别人都不过是虚情假意 好孩子 这就对了 哇 皇后竟然直接在你面前挑拨离戒 还真是迫不及待呢 娘娘 二皇子来了 母妃 不知您叫儿臣过来 所为何事 也没什么事 过来陪母妃用膳吧 是 今日 曹贵妃那儿你也去过了 珊儿觉得四皇子为人如何呀 谁人道皇帝他天生冷情 对自己亲生母亲 逝世的态度都没有变化 但 说得不错 连母亲逝世的舞动于衷 果真是无情 四皇子现在依仰在皇后名下 再加上生性如此冷漠 未来必定不容小觑 珊儿 你可得和她保持距离呀 是 原来母妃 并不喜欢四弟 好了 你也饿了 来 用膳吧 多谢母妃 你说软衫在前面 没错 按照原句情 今天你的反叛任务 就是偷袭她 好期待哦